今天有网上传十元自助餐厅引来了市场监管 人家卫生监督发现你这儿也不合格 那儿也不合格 这样也不行 那样不行 然后将它的后厨的环境曝光 居然这个事情在网上有不同的反响发生 因为大家觉得十块钱的快餐店 长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干净了 那你还能指望什么 是吧 十块钱的自助餐厅后厨那么个干净明亮 还能够挑出刺来 还能找出麻烦来 真的不知道这个监管局是怎么想的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儿二十元的餐厅 自助餐厅也没有这个十元自助餐厅那么干净漂亮 那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经营这种比较廉价的自助餐厅的人 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是做贡献 因为成本就已经超过这个数了 那真的十块钱给很多在市场上面打拼的人啊 在这里有一顿丰盛的午餐 能够吃饱一个肚子 确实是不错 然后市场监管的部门应该予以支持 甚至于应该根据这个餐馆的情况来予以赞助 但是呢 他们却采取到这样的良人心的这样的做法 所以很多网上的这个网友评论啊 说是不是这遭到了什么人的这个恶心 或者说是有人举报啊 把这个事情捅到前台来 但是确实当照片曝光出来以后呢 人们给予这家餐馆寄予的更多是同情 也希望这样的十元餐厅呢 多开一点啊 能不能到处都能看到